凡我所失,皆非我所有,凡我所求,皆受其所困,君子使物,不为物事。 铁打的江湖,流水的钱财,认栽了。 听说小强的笑最聪明,现在你还能笑吗? 诊刘香刚用金钗暗算笑灭女罗刹小强,转眼就中了追命刀客莫俊峰的飞刀,可对方不知道的是,他的背后还藏着两大高手,只见他甩出最后两把飞刀,接着大斩拳脚杀入人群,还好他下盘稳健,随后小强看在他为自己报仇的份上,又将七把追命刀还给莫俊峰,飞刀在手,莫俊峰实力大掌。 莫俊峰,你这样拔刀,是比不上我快的,我身上还有一把刀。 可莫俊峰知道,小刀神云祥和他实力只在伯仲之间,一把飞刀根本伤不到对方,原来他想报答赌王养育之恩,莫俊峰刚要离去,却被小金刚无耗拦住。 如今江湖四大恶到仅剩一人,就在两人交手时,小刀神让赌王赶紧离开此地。 小红表示离开前必须留下和欢币,赌王见杨子对小红言听计从,正打算带着宝玉逃走。 这时仇紫玉和燕子飞刚好赶到,燕子飞装有为他量身打造的铁手,实力已经经非西比,而且铁手还有五种用法。 另一边,莫俊峰打出飞刀,被小金刚的肉身挡住,就在他猖狂大笑时,燕子飞用铁手也打出一把飞刀,结果成功打入对方心脏。 看来铁手的威力更加强悍,小刀神本想为赌王出手,却被小红蓝吓,原来他们本是一伙的。 随后仇紫玉提议和平解决,他要和赌王赌上一把。 这块铁牌有两面,由我放进盒子里,你来接个儿,死字朝杀,你就死,生字朝杀,你就生。 虽然大家都知道盒子设有机关,赌王可以暗中做手脚,可仇紫玉却依然愿意赌一局, 只是当赌王按下机关时却发现没有反应,赌王心之中计当即暴起,结果被铁手打出暗器当场毕灭,原来令牌上面有根钉子。 丑子玉正打算将和欢碧物归原主,燕子飞却突然叛乱,他竟然想用铁手来对付丑子玉。 丑子玉,只怪你的手艺太好了,我有这只铁手,足可纵横江湖,这只铁手有五种妙用,我只告诉你四种。 燕子飞也是知足常乐之人,这时小刀神突然打出两把飞刀,却被铁手轻松接住,接着莫俊峰也打出飞刀。 这是我最后一刀,从来都没有活人看见过的。 我铁手里还有两把飞刀。 原来铁手还有最后一种用法,使用几次后必须扣动一处机关,否则飞刀会反向射出。 至此在场想夺和欢碧的都已死亡,随后小刀神将和欢碧交给小红,可下一秒对方就沦为小强的人质。 我要练小红带和欢碧,一起带走。 这时莫俊峰捡起飞刀不让小强离开,可小刀神并不关心和欢碧,他只担心小红的安危,于是两大刀神相互对质。 看起来,我们今天还是难免一斗。 你手里只有一把刀,是斗不过我的。 等小强带着小红离开后,小刀神让莫俊峰捡起七把飞刀,他想来一场公平对决。 可惜莫俊峰最后一招子母双刀已经暴露,随后两人分别打出飞刀,只见飞刀在空中发生碰撞。 两人实力竟然不相上下,此时双方都打算使出最后一招绝杀。 想不到,你也有你的最后一刀。 这两把刀,是用磁铁打发,钻戏五金之手。 莫俊峰死了,随后两大高手赶往客栈营救小红。 另一边,小强在上楼时被神偷顺走了和欢币,结果总捕头萧紫禁扑了个空,还好仇紫玉找到了神偷,成功拿回和欢币。 随后他带着宝物来找南玉公子,本以为物归原主事情就此作罢,没想到他刚转身要走,却遭遇一群弓箭手的埋伏。 仇紫玉虽然身中两箭,但依然成功击退了敌人,随后他暂避穴道,原来南玉公子才是最大的恶人。 他假意脱镖实则想要独吞和欢币,由于仇紫玉精通各种武学,很快将埋伏的巴煞全部打倒。 这时南玉公子终于下场,荒山之巅,两大高手展开生死对决,虽然仇紫玉身受重伤,两人却依然打了个平手,随后南玉公子又叫出似乎。 五人组成五行骑阵,仇紫玉在阵法的攻击下,力量被不断消耗,最终死在了南玉公子的暗算之下。 与此同时,小刀神也成功杀到山顶,南玉公子再次摆出五行骑阵,想来个故技重施,小刀神却并不入阵,他从远处打出飞刀, 结果却被棋子拦下,很快飞刀全部打完。 你飞刀已尽,我齐眉依然,今天你要死在我的双击之下。 我这刀侠也是刀,而且比普通刀重,你的棋挡不住。 我不信。 南玉公子还是物理没学好,由于小看刀侠的威力,最终不甘而死,随后总捕头率领大队官兵赶到,从此小刀神和小红过起没羞没臊的日子。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,凡我所失,皆非我所有,凡我所求,皆受其所困,君子使务,不为物事。